哎呦,你終於回來了 哇,你真的很好摟 你是我摟得最多的男演員 哇,你現在真是… 先看看,大了很多 甚麼大了很多? 空肌 那為甚麼呢?一定有些東西的 其實我喜歡The Rock 你真的想著,真的因為這樣嗎? 我家裏整個健身都是因為The Rock 我是想去參賽的 我想上一次舞台上 真的那些… 朱古力那些 對,朱古力那些 然後看一條三角的,好像泳褲那些 是呀 哎呦,你終於回來了 哇,你真的很好摟 你是我摟得最多的男演員 你也是我愛得最多和摟得最多 而且永遠都有個BGM 我們一摟,觀眾就會記得那首歌 對呀,不太細緻 是吧? 但是先不要住 哇,你現在真是… 先看看,大了很多 我不是會這樣,因為你是女朋友的 但是先看看老鼠仔的肩膀 你現在有甚麼事情 我自己喜歡粗東西的 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哇,你等一下給他一個大頭 他這邊是你的 比起我當時,確實跟你拍攝的時候 屎徒應該是八年前的 你呢?我記得是八丈 是…不是瘦的 總之是棍仔的感覺 我因為穿著西裝,大家不覺得 其實是很薄的 我最記得當時,監製經常說我… 我要穿一件軍裤,我做軍人的嘛 我記得監製當時跟我說 喂,阿軒,你操一件大隻一點好 你一脫了那件軍裤,那天很薄 那我就要男人的嘛 Coby也是要男人的嘛 即是我演繹的角色 給人感覺都是應該大大隻的 現在我簡直是不認得他 他這次回香港,我是第一次見他大隻 我都很久真的沒有見你 我上次回來也沒有找到你 我剛才懷孕了 你還記得我和你喝酒嗎 你不知道嗎?你忘記了嗎? 記得嗎? 是呀… Bemo和Jobby和Robbie 我們還說你為何這麼夠薑喝酒 我不知道有寶寶 是呀…她是不知道有寶寶和我們喝 而我們第一次喝酒的經歷是很爆發的 怎樣? 我們在異地喝酒 記得,記得 記得我和敏芝做過一個綜藝節目 Dou姐去上台了 是呀… 說得的 Dou姐習慣了要早睡 那我其實想叫Dou姐一起和我們 一起砍 對,一起砍的 寶寶 Dou姐就跟我們說,你玩吧 我們明早早點 那我們兩個和監製 我們有三個 Robbie也在 但Robbie先塌了 人家現在是高層 高層 Robbie先塌了 你先塌了 是呀… 但我們最後我想說是我們三個 就塌了 在街上 我們在街上又大喊 又衝出馬路 小朋友不要學 但已經是凌晨了,沒有車的 已經很安靜 但我們已經很放 因為可能真的感覺到那個友誼 但其實我們的友誼也有建立在酒精上 在這裏先說一下Jazz 我們在這裏 其實… 不要緊的 他都是我的恩人 這個TVB是一個超級 很厲害的一個監製 是 因為我想說 他是很好的就是 他會真的 他要揹飛的 因為他把我放在這個角色裡 和你們一起去 最後出來 真的很開心 大家都喜歡 你就是因為 當時我所有的對手 是大部分和你一起的 是 而這個對手 是 當時我是真心覺得 是非常地照顧我 你想說我照顧你 這個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那時也確實 我又不是很新 但是是很新去 什麼那麼重的角色 總之很重的戲 總之是 因為我只看到劇本 我真心 我這裏都再說 其實基本上 那個角色 誰做都爆 因為那個劇本 實在寫得太好 真的很好 所以當時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正啊 為愛情 為我而犧牲 在那個戲裡面 是最得所有人歡心的 現在你想想 我又記得監製 Jazz有跟我說 問我介不介 我是現在記得的 那我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很重要 尤其是做Couple 我們演戲也是 你對方沒有好感 或者覺得 我不是那麼好 那很難會演到 因為其實真心那句 我自己都很喜歡看戲 我是很喜歡看戲的 我看到一對螢幕情侶 如果很甜蜜 當然現在出來 大家都看到 效果成績很好 是啊 大家當時真的很喜歡 我們這對Couple 很喜歡啊 《愚蘭愈愛》真的很嚴重 連歌名都中了 這首歌都獲了很多獎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人們會想起這首歌呢 為什麼 經常會想起我們的畫面 其實這首歌沒有跟你說過 你不覺得這首歌 Jeannie的聲音 以為我嘛 是很像你的聲 所有我告訴你 到現在都是 以為這首歌 我媽媽的親戚都是說 以為是我唱 所以Jeannie你不要生氣 其實我也很榮幸 像你的聲音 但是問題是 因為太多日了 是啊 所以更有 好像是你講的歌詞 哇 真是慘 所以我去登台 人們都說 你要唱 你手越難越愛 但歌詞都比較 段段不同 有點難背 所以我也有唱歌 其實是 很多共鳴 音樂加上畫面 其實我自己也有寫歌 你知道我最喜歡唱歌 我也拍過你的MV 是啊 我自己演戲或者看戲 我很容易會被一些 音樂會帶動到那個 會更加強的 嗯 有時拍哭戲 不是馬上哭到的 不是那些機械人 我也是要聽歌 如果做對手戲 要一起這麼多個月 其實真的要愛上對方 親情也好 總之你要是很愛惜這個人 所以當時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關係 我們是很友善 拍出來真的很自然流露 那時就是這樣的你 但今天我看到 噓 變成一個大隻佬 是一個鬍子佬 是的 鬍子佬 那時Kobi很貪靚 是的 你記得嗎 我工作 有一點被控制 嗯 我是不想讓人有任何可以有藉口說我的話 我又在這裏爆發一些東西 是不是爆發的? 因為當時我是一個最新的上去這套劇 當時身邊幾個主角 就是三哥、蛇、阿楓、李、文兒姐 全部 第一,有人會照顧你們的樣子 所有東西 當時我是沒有的 但我又要和你們一樣 全部有很多大頭 那我就很害怕 趁你們在製造的時候 我就自己偷偷帶上一些補化妝的東西 我不明白那些天生麗質 我自己要搞一搞 所以當你們在製造的時候 我就會自己偷偷地製造 到一個地步 原來在公司裏面有很多人說 真是很貪美 我那時候 其實如果說 都是要的 不貪便得漂亮 因為下下大頭 又高清 真的很噁心 到後來 又說一下這個監製 就是這個監製很好 他私底下 告訴我 陳天良 其實你的形象是比較男人 你經常這樣 會被人覺得你好像很貪美 你要想一下這件事 你怎樣解決 所以之後我就請了化妝師 就是要花多些錢 就是要花錢 但其實我想當時 我還未賺到那麼多錢 要花一塊錢 但我不花一塊錢 我自己做又會有這個問題 都投資 所以就要忍痛 是啊 都要的 其實算是我合作的拍檔 男生是最貪美的 因為他無時無刻都是部分 還有要顧他的眼睛部分 我就覺得他比我更糟糕 後來他就變了 我剛才做YouTube 我是第一時間問 你用不需要去補妝化妝 他不用 他突然變了懶 他說我不化妝 然後還可以 一個經歷 我覺得很有趣 我很喜歡 因為我很多喜歡自己去經歷 對和錯都好自己去經歷 也不是錯的 貪美也不是錯的 不過是 我仍然覺得 在鏡頭面前 是需要貪的 因為我都不想在電視機 看到一個人 從頭到頭到尾 然後 你覺得自己是英俊 美女 我看見你很醜 你不要硬折我 這樣 我覺得是需要的 但你要想 你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去幫自己 誰知道現在他已經是很 很平衡的人 但我可以 我是給人感覺 如果連敏芝那麼好的朋友 都真心覺得 我當時給人感覺是知情 所以我是要認這件事 但我也想為這件事 平反一下和大家說一下 好平反一下 你知不知道大家喜歡的韓劇日劇 其實他們的現場化妝 很誇張 是補得很重要的 當然 現場人家很專業 只不過我們的文化 可能我們香港拍戲的文化 不是這件事 但如果我們又要有同樣 想讓人覺得好像看韓劇的夢幻 這麼漂亮 為甚麼全部都… 你要這麼細緻 你就要這麼細緻 甚至像《荷里活》那樣 因為他們所有製作的時間 或所有的事情 他們拿得很清晰 我們很多時候要快 要爆爆爆爆 我們可能要拍十幾二十場戲 那就是沒有補錦 為甚麼黑眼圈 這麼明顯都不攪拌它 我想說 我們不可以告訴他 當時我們又拍了幾個小時 062 不是230 又趕著天氣快落 接著我們要趕下一場 我們不可以說別人 人家都說 我不在乎 有時候不是說你的妝的問題 你已經是不化妝 但是你的身形 為甚麼可以這麼健康 這麼厲害 你何時喜歡玩健身 你不要說我 我想問你為甚麼你不做運動 為甚麼你可以這麼健康 不如我先問問你 好啊 我就很快告訴你 真是遺傳 真是個G 這二十場戲才會吹 你知不知道 做甚麼 我們做到死的話 沒有就遺傳 問題是 你不是瘦 你剛剛好 所以 那我天生藝 你看 再說一次 大家認住這些人 所以那些藝人經常告訴你 我們這些 就要很努力做給你看 告訴你那個機會 他現在告訴你 算了你 最近你很壞 我想說 你有一間這麼厲害的豪宅 都不邀請Yan去 即是我 阿Yan 你又漂亮 那間屋 還有你有沒有再跨一點 搬了一個健身室回家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弄了一個健身室而已 但是你的健身室 好像在你見到外面做健身的地方 等於之前你說我化妝也是 我喜歡就會 我會懂那件事 你什麼時候喜歡的健身 我離開TVB的時候開始 那為什麼呢 你一定有些東西 其實我喜歡The Rock 你真的想出來 真的因為這樣 我家裡整個健身室 都是因為The Rock 像一個屎力家 他的態度很好的 大家都知道操練是辛苦的 因為他和我想說雷神 就是Chris 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們要這個身形是辛苦的 但他們從來不會給你一個 真的很辛苦的感覺 他們正能 對 他們很趣 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我在家裡 可能我喜歡這件事 我想操練 我其實不是想被人見到 我很辛苦 我是很喜歡這件事 很享受的 我看到你喜歡 我首先呢 其實我是會考個牌的 因為我想真的被人專業知道 我認識這件事 甚至乎 我是想去參賽的 我想上一次舞台上 真的那些 朱古力那些 然後看一條三角 好像泳褲那些 但是很細 遮住那裏 三角形 第一 因為我接下來會做這方面的生意 我做了一件事 我很想讓人知道 我真的 做生意 藝人就扔一些錢 就算了 我整個人都不理 就是覺得我們便宜 是的 我是真的 我夠膽說 我現在基本上去 任何一間香港的健康 你每一間健康 在用甚麼機器 你們在用甚麼材料 我全部都懂 那部機器在哪裏訂 你的供應商是誰 我都知道 我自己去研究這件事 我知道 你女朋友喜不喜歡你這個生意 還是喜歡以前 她喜歡我健康 即現在這個 她不喜歡我瘦 對 很好練 她經常說 男生穿西裝 那條褲 屁股一定要穿 不可以沒有屁股 是的 因為我很記得 我跟黃君興拍 聖在友情 有一幕她要插我屁股 那時候我還沒粗 然後她收你我便說 是骨 收你 有沒有屁股 你有沒有屁股 你有沒有屁股 很好笑 但我知道君興是怎樣 你的屁股不夠正 然後我還記得 之後我再認回她 然後我就告訴你 我不斷操屁股 現在有屁股 要不要試一下 好好笑 好啊 你說到這樣 立即和你來個愛情的測驗 好嗎 好 看看你有沒有屁股 好 對 讓我看看 好 假如世界末日的時候 你只可以救回一種動物 你會選擇哪種呢 A 兔仔 B 羊 C 鹿 D 馬 馬 他的解說就是 你在現實生活中 是容易被哪類人吸引你 馬呢 用什麼人吸引你 那就是不受束縛 自由自在的人 OK 對 對 對 其實我和我現在女朋友 兩個相處 我很享受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藝人 你結婚都更加沒有 但以前我經常覺得 出街很避忌 其實我現在是 我覺得很開心 拖手就拖手 然後在街上去哪裡吃東西 不吃東西 以前是否有少少害怕 公司又不知會不會罵 是否有狗仔隊 有些包袱 一來我自己也會有這個想法 二來可能當對方又是圈內人的時候 會很害怕很影響對方 但是現在找到一個想法很像 很開心 所以你說這件事 對 所謂的無拘無曲 我覺得是 都是正常的 其實我和你一模一樣 他當初有什麼吸引你呢 是否就是這些 這麼自由給你的感覺 都是的 一粒一粒 是嗎 是因為他令我放鬆了很多 我個人是很緊的 我對很多東西 我會很… 一定要這樣 很緊張 你其實也會爆發 是 他會令我輕鬆 先噴一點 好 然後 假如你有五分鐘的時間 做一隻動物 很棒 好玩 你會選擇做什麼 立刻答 A 獅子 B 馬 C 喵 D 甲子 即是那些白鴿 白鴿 你這麼快 我沒想過你選這個 是嗎 其實他是想測試你 此刻 即現在 你對愛情的看法 你選擇甲子 你是認為愛情是兩個人 互相承諾的關係 沒有得錯 對 這樣也不對 對 這個性格 你也不用了 其實 你也要為Shirley打算 很快會和我約你吃飯 是 他是有說的 是 他現在要告訴我 說到這樣 其實也差不多結婚了 我希望 我的好兄弟 我真的說真的 我在這裡證明 如果你結婚 沒有飲料 還要等下 給你喝這口 如果你真的快點結婚 還有記得按鈴鐺 以後我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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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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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